做卤肉离不开我们这一锅老汤的循环食用 那么我们这锅老汤日常应该如何去保养 今天分享四个诀窍 尤其是最后一个大家一定要看一看 第一我们在每天卤货之前 在不开火的情况下我们准备一个细漏勺 用这个漏勺捞出我们卤油和卤水之间这一层血沫 一定要循序静静的捞 第二卤水组成一共分为四层 第一层是我们卤油层 第二层血沫层 第三层卤汤层 第四层是杂质层 四个不同的层次每一层都要进行维护 卤水卤制一个星期后 我们手心用勺子把最上面那层卤油全部打捞出来 第三打出卤油后 第二层血沫以及我们蛋白质层 我们打捞出三分之二出来倒掉 留下三分之一 因为这一层里面含有胶质和蛋白质 如果全部打捞干净 很容易使我们卤货没有醇厚感 第四卤汤层 这一层可以准备一个纱布 将卤汤给它过滤一遍 卤汤底部的残渣倒掉不要 然后我们把卤水全部倒回来 卤水保养好后 我们把卤油倒回来 卤油夏天我们保持两到三厘米 冬天保持三到四厘米 如果我们卤油太厚的话 夏天很容易闷换我们卤水 大家注意个细节 我们每次每隔十五天 一定要尝一下卤油的味道 如果卤油发苦 我们打出一半倒掉 加一半的色拉油 因为我们的香料长期香味堆积 也会使我们卤油发苦